各位同学,我们来上这个穷极无聊的减肥篇 就是想到,我常常会跟人家说 中医药你好好学,到你以后赚大钱 什么刷牙药,敷脸药,没什么不能买的 都是非常有疗效 如果好好推广的话,自己都可以开一家直销公司 自己就当蓝赚赢赚等等 但是呢,我心目中的中医减肥 却是我心目中的中医最不好卖的一块 没办法卖 那当然在外面如果有那种电视上 什么第四台广告 那种很神很神的减肥药 其实那都在我心目中是比较不入流的减肥方法 那同学啊,为什么我心目中的减肥方法没有办法卖呢 就是啊,一个人会胖这件事情啊 到底在我们的阴阳虚实辨证 要算是哪一种病啊 阴时的,同学有人知道 是阴时 那我们人的身体的这个毁坏啊 是最健康的人的毛病是火太旺 是阳时,对不对 然后阳时会烧成阴虚 阴虚一段时间以后呢 阴也抓不住阳气了,就变阳虚 然后阳虚到没有了 变成这个人是一块死肉 那就是阴时 那到了阴时的阶段 人的身体阴的部分就会太多 比如说心肌肥,心肾肥大是阴时 对不对 水肿是阴时 什么什么 就是身体阴的部分 也就是物质的层面 有很大一坨就称之为阴时 那肥胖当然也是一种阳虚而阴时的状态 那当一个人处在阳虚而阴时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要这个人身体恢复比较正常的机能 不要再这么胖下去 是不是要补充他的阳气 然后并且顺便要用破阴时的方法来处理它 那同学我们上课到今天 大家都知道补阳气跟破阴时 都是非常属于行内人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 行外人补什么阳气 每天可乐那样子灌 刹冰那样子吃 什么阳气也补不了啊 所以这个要处理这个中医的肥胖啊 一般外面的做法呢 有几个做法 比如说用沥水沥油药 让你狂蟹狂辣 但不一定吃了会蟹 但它基本上是一种让你身体就是什么东西被甩出去的那种状态 可是呢 一个人啊 会肥胖 基本上是已经是阳气太虚了 那你用这一类的蟹的法在那边处理这个人的身体 越蟹 阳气就越虚 所以中医的这种外面所卖的这种帮忙减肥的中程药 往往啊 它的效果跟那个西医的这个减肥药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你不要说什么西药比较危险 中药比较安全 其实在那个领域西药中药都一样是蛮伤身的啊 都会伤元气的 那么这个那像如果说西药为例的话 就像从前有听过人家讲说啊 法国的女人啊 年轻时候当小姐的时候都常常会吃减肥药 所以都还蛮苗条漂亮的 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就变成大象腿 因为她吃减肥药让她的元气伤害很多啊 所以到后来就肾机能不好都没办法代谢了 所以就腿都又肥又水肿这个样子 那这就是一般外面我们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减肥疗法 就觉得要细要轻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般性的观念 而我们要矫正别人这种观念也不是很容易啊 那我们如果要说到中医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呢 我心目中比较正道的方法 我们要先从病机来讨论 比如说我们人类啊 管这个代谢的机制是什么呀 我想主要是脾还有肾吧 那我们会说 一个人啊 这个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说 一个人之所以啊 到了中年 中年男人啊 会肚子有一个啤酒肚 其实这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皮已经虚掉了 那皮是负责吸收营养 并且把营养送去该去的地方 这个土葬之气跟其他四个葬都很有交情 都有同类的内容 所以他可以负责输送到各个葬去 就是当作一个调理跟调配的葬气 那这个皮肚很有力量的话 就能够把这个营养送到该去的地方 然后不应该留的营养呢 他就把它丢掉 所以这个人就能够维持一个瘦的状态 也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肥胖呢 好像都在这个区块开始肥起来的话呢 那恐怕他是皮太虚了 所以他会肥 那么相对来讲 我们要补救这个区块的肥胖 那就要补皮 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关于到人的身体脂肪的代谢 那当然如果以西医的论点 会觉得脂肪其实是血液在运送的 就是血液里面有大量的脂肪在运送 但是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呢 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认为脂肪这个东西 是受到一个人的三胶系统在主导的 那像清代的唐荣川 就把人的这个三胶系统定义为人的皮下的油的油网 当然如果用西医的方法去扣合他的话 就是人的淋巴系统 那当然这个油网也好 淋巴系统 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 我们不太能够说绝对人的油就是在这边走 它只能说是我们中国人在读这些古经典的时候 会有一个观念开始形成 就是好像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运行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人体的三胶系统呢 有形的三胶系统会关系到一个人的油分的代谢 那如果三胶系统不好的话 你的油的代谢就会出问题 那这样子也会肥胖的 而且如果是三胶系统的 这个油的代谢出问题的话呢 它还会有另外一些副产品 比如说这个 我们如果看伤寒论里面 会把三胶系统的病呢 看作是少阳区块的疾病 少阳病 那少阳病就关系到足少阳胆经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身体的油代谢变好的话 照这个人体使用手册还什么书 敲敲胆经能不能瘦啊 如果你是油肥的话 小胆经也能瘦 那在这个唐代的孙思苗呢 他又说人的这个脑啊 和人的少阳胆经是同进退的 就是少阳胆经跟三胶是同进退的 让孙思苗要加进一件事是脑跟少阳胆经是同进退的 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说呢 就是啊 中国人是假设人体的这个某一样东西是三胶在运输的 而那个某一样东西如果以现在的西医研究的话 好像觉得是跟这个所谓的胆固醇有一点关系 那当然我们一般西医也会说胆固醇的血液里面比较多 但是就是我们中医会认为这个三胶系统在主导这个东西 那这个三胶是如何主导胆固醇的我们姑且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中医的实际临床 却可以验证出来说 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回事 怎么讲的 就是人的脑是75%都是由胆固醇构成的 人的脑就是一坨肥油啦 那如果你的三胶系统不够好的时候啊 这个人不但会容易油肥而且会脑虚 所以这个人他会可能脑虚了油不够会怎么样 神经会短路 因为神经的这个突出的这个翘子啊 是胆固醇构成的 所以这个人他很可能会觉得好像有耳鸣或者脑鸣的现象 也就是这个油啊 最终来讲三胶系统跟上养胆精的意义是 要把这个油送到脑子里面去补脑的 可是当人的这个系统出了问题 就不能补脑 反而身体其他地方在肥 这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在平常在治疗这个状况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用药啊 你说用补肾药能不能帮到忙 因为肾足骨髓对不对 脑者髓之海也 所以补肾药它当然会有功用 但是呢另外一路药 比如说能够帮助三胶好起来的药啊 用下去呢有助教说是小柴虎汤啊 我说不止小柴虎汤啊 青三胶是柴虎记 补三胶是黄旗记啊 就是就是这个要让这个脑子得到油泪的滋养 让这个脑好起来 就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小孩子用功准备考试 很好脑力对不对 你说用补肾药让他的头脑比较舒服 有没有效 有效 可是呢如果你要用什么补充三胶的运化的这种方子 比如说补中益气汤 那你用了之后他的脑一样会得到滋养 所以中医的补脑药像那种晕血啊耳鸣那种药啊 像什么益气聪明汤啊或者什么 那都是补中益气汤系统的 就是用黄旗记为主 也就是通三胶可以补脑 补肾也可以补脑 这两条路都存在 甚至你也可以说三胶出于命门 你胜阳够的人三胶才会通 所以补肾跟补三胶又变成同一件事 所以这两路用药都有可能 因此呢 我们说一个人脑虚要揪哪里啊 揪绝骨穴对不对 绝骨穴是哪一条经啊 是足少阳胆经 是不是 不是揪在圣经上 而是揪在胆经上 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油的分布的看法 所以你说这个人容易晕眩 因为脑虚晕眩 你用大忌的帝皇去补这个土髓 填骨髓补脑 有没有效 有效 可是你用补中一气汤去补那有没有效 也有效 所以这样的观点 就是关于油类的代谢 我们就要知道这些这些事情 那另外呢 油肥之外呢 还有水肥 还有肉肥 还有痰肥 那其实水肥的话 就关系到这个人肾脏的水代谢机能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肥胖啊 它是关系到他的身体有一点水肿的 所以水太多的一种肥 那或者水肥跟油肥之间有一个很暧昧的存在 就是痰肥 那这个痰肥的话呢 基本上跟油肥的制法是有很多类似性的 大家看药越熟练就越分得清楚 我待会也会尽量的跟同学分辨一下 那至于肉肥是另外一种啊 几乎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文明病了啊 那等一下肉肥再单独跟同学讲 所以我们待会来讲的话 我们先从补脾胃的虚开始讲起 然后讲到 肉肥 讲到水肥 讲到痰肥之类的 再讲到油肥啊 那水肥油肥 痰肥 稍微做一个分类这样子 那 那这个 我自己 刚刚讲到三交系统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不得不谈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三交理论啊 其实是存在于一个非常非常暧昧而玄幻的地带 就是你一定要把三交说死是很难的 你说三交是你皮肤的油网 油网只是一个象征说法 代表有一个网络在帮你运输油 但是你把人挖开来哪里是油网 对不起不知道 五花肉哪一层肉是三交 不知道啊 这个 那这个 但是那这个 说是零八 那你说零八就可以代表中医所有的三交的内容吗 对不起 不行 零八也不行 所以这种东西是怎么拿我们现在的解剖生理学去扣合它 都不会很精准的 所以从前有一个武侠小说啊 叫做以天屠龙记 里面那个主角张无忌小时候受内伤在一个蝶谷一仙胡青牛家调理 那那个武林第一一仙啊 就有一次跟张无忌讲说 哎呀三交这个东西 历代一家都讲不清楚 我这边有一本我精心著作的三交论 你有空不妨一读 我看这小说就觉得我也想读啊 可惜是屎狗的啊 那这个三交的另外一层意义呢 以后讲到少阳病啊 会更加的用正跟药来证明那一层意义的存在 就是三交另一层意义就是 我们人的灵魂啊 是有一层魔子的 这个魔子啊 如果是我们喜欢玩魔形的助教 我们不妨用这个字 就是助魔 也就是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 就是人类是先有灵魂还是先有肉体啊 就是三交的概念有点像是 人啊之所以有这个形状的肉体 是因为你有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跟肉体有一个交界面 好像形成一个 我们说玩助魔 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东西 我们把那个石膏或水倒进去 等到石膏印来的倒出来 就是一个凤凰号什么的啊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人体呢 就是三交它所代表的行为上的意义 就是人体的表面是有一层魔子的 这一层包围着我们人体的这个气场啊 或许我们的十二经络都是走在这个魔子上的 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表面 灵魂的表面 那经络是走在这个灵魂的表面上面的 所以今天来跟同学聊到揪官员 我就说其实官员有时候靠近揪 反而不容易把背后揪暖 你隔着那么高的距离会特别把它揪暖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就在官员